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來到傍晚的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又有新的東西 在拍攝短片的時間 政府記者招待會繼續進行當中 當中被問究竟接下來會否強制大家打第四針 即第二代疫苗 在說政府有最新的說法 和各位一起說說 大家知道這段時間疫情的政策真的變得很快 另一邊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網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的資訊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李夏恩就說 現在沒有計劃強制市民打第四針 或者二價疫苗 報道的來文是錦架新冠疫情持續近三年 本港感染人數昨天破200萬人 累計的確診人數是2004,825人 加上自從今年1月1日開始計 無症狀感染個案 和代定及未能分類個案 分別是33萬多宗 和31宗 和24萬多宗 疫情有升溫趨勢 單日確診再突破6000宗 輸入個案亦連續三天超過500宗 政府在今天開始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黃馬人士是可以入博物館 主題公園等等 而發現屋宗教場所亦不用主動掃描針卡 不過政府昨晚突然發稿更新安排 表明所有公眾溜冰場和電影院 不論它是否容許顧客不配戴口罩運動或飲食 都需要就疫苗通行證繼續進行主動核查 相關的最新消息是這樣的 李夏恩就表示 對於會否強制市民接種二價疫苗或第四針 強調尊重專家意見 現在沒有計劃強制打第四針 但18歲或以上鼓勵打第四針 尤其是50歲以上 因為不少人有慢性病 非常建議接種 18歲至49歲如果會做高風險行為 例如外郵等等 建議都應該儘快打針 有多些時間製造抗體 今天政府下午見記者又宣布一些新措施 但當中首先第一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 政府會否強制打第四針 政府最新的說法是暫時沒有計劃 強制大家打二價疫苗或第四針 大家知道接下來第二代疫苗就殺到 各界都在問是否要強制打針 還是怎樣 加上疫苗通行證的去向未明 到其時一個不小心理由 要求疫苗通行證的合資格的劑數變成四劑 都催利不將 今天有記者再問到局方 局方副局長就說暫時未有計劃 不過這個真的要確實一實 因為說國界的民情很重要 在香港現在的情況下 有沒有需要強制打第四針 老實說現在很多人都夠三針 專家就說接種率已經偏高 而且其實亦促請放寬各大措施之際 這個二價疫苗第二代針對Omicron的疫苗 已經很快來到香港 到其時會不會不打針 又不能用疫苗通行證 又不知道 既然礦者說最好盡早 醫專家的意見盡早取消這類措施 今天阿福合王已經入品高等法院促請取消安心出行 各界現在角力當中 看來倡議的工作相當重要 我們繼續謹授崗位 將最真確的消息盡快告訴各位網友 大家對第二代疫苗又有甚麼看法 不妨劉果然一起給下意見 另一邊相亦跟進一下國際商貿展 提到AM730的報道Megasoul伏辦規模剩下百分之一 主辦方說香港一枝獨秀 瘦身的瘦難比新加坡 報道的流氓是這樣的 國際商貿展Megasoul今年在會議展覽中心伏辦 不過參展規模縮至七八個攤位 只達到疫情前約百分之一 而買家入場人數更加銳鎬九成 Megasoul主辦單位康亞公司董事張瑞貴批評 本港防疫措施限制極多 港府未有復償的清晰時間表和準則 難以與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和泰國競爭 話說今年國際商貿展大縮水 今屆剩下七八個參展商 他解釋說早在半年之前已經開始籌備展覽 不過參展商和賣家對香港防疫限制極為抗拒 又要整疫苗通行證 又要做安心出行 還要戴口罩 相比起新加坡泰國那些都不用做這些事 自由那麼多 外國商家怎會選香港擺展覽做生意 現在來得那些都是碌盡人情卡給面 張瑞貴就無奈地說 其實我這半年也有想過Megasol轉到新加坡或泰國 但一問之下他們的展覽場地一早就爆了 生意興旺根本不優做 相反香港就有一枝獨秀 不過是瘦身的瘦 完全不是人家的對手 他又說雙人會用雙腳和資金表態 他說他們走去第二道不離香港 就是用腳向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投下不信任票 張瑞貴就指出為了吸引參展商和買家 來港採用銀彈攻勢 津貼匯人500美元給買家來香港 又補貼參展商一半機票價格 同時還幫他們預訂酒店 又預備在匯展中的膳食 但是他這樣說不過都沒什麼用 人家做大生意都不欠在那一點錢 對他們最重要是營商環境和機遇 說現在香港0加3 他們要在酒店捱飯盒 怎麼談生意 他更加無奈只有內地買家 日前坐飛機底港過後 因為接種疫苗和香港不同 出現了紅寬藍馬被拒絕入酒店 結果用了一個通宵時間 不斷向政府查詢指引 到第二天的早上才能夠接返酒店優先 事實上新加坡和泰國的全年經濟增長預測都超過3% 而香港全年經濟預測竟然是-3.2% 經濟復甦表現明顯大落後 張瑞貴就這樣說 生意人很簡單 只是想要一個好的營商環境 不要太多限制 又要我們打三針 又說要安心出行 我們通通都做完之後 想問政府何時才肯公佈一個清晰的復償路線圖 打齊三針都不知道有沒有用 現在說強制第四針就嚇死你 說國際商貿子已經進入第二天 繼續門可羅著拍戶應 說參展商銳減九成 主辦方三問特首李家超暫時未有回復 但說這個商貿展反映香港經濟狀況 老實說有生意做過了新加坡 泰國來香港做甚麼 香港又安心出行業如托人證又戴口罩 結果這個的確值得各界深思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否能夠做到經濟復甦與復償 另一章也轉提一下另一則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84歲的婆婆向兒子求證揭發電話騙案 30歲的男子被捕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現在一名84歲的婆婆昨日收到一個電話 對方聲稱是她兒子的朋友 聲稱她兒子涉及一宗刑事案件 需要兩萬元的保釋金要求她付錢 她其後聯絡到兒子的揭發騙局 於是報警最終沒有金錢損失 警方接報過後由將軍澳警區特遣隊 和刑事調查隊第一隊人員接報到場 在採明街發現目標男子 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捕捕了一名30歲的男子 這個婆婆認真聰明 相信各位礦仔的網友一樣那麼聰明 沒有被騙到 報警 捕捉人 其實現在有些騙徒不一定在香港外面 香港裏面有很多騙徒透過這些電話 打通了 騙到你了 拿你幾十萬 拿你幾百萬 然後又不用做一排 結果這個84歲的婆婆 就打電話給自己的兒子 確定兒子沒有事 於是就可以報警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繼續和各位緊貼香港各大的防疫政策 基本上每一天都有新事有變化 我們會繼續努力拍片和大家緊貼各大 最新 最真確 最實時的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影片繼續聊天